今天之點,小編帶你們看看 生氣到自己國家要落地獄的美國前總統特朗普 特朗普的封口費案涉及34項偽造商業紀錄罪 有報導指,他最高可以被判囚136年 這宗案是2016年特朗普在總統競選期間涉嫌支付13萬美元 要適情片女星丹尼爾斯收口,不對外說他們的風流史 還要求另一名前Playboy女郎無特兒默克道格 不得公開他們的私下情事 特朗普可算是為美國創先河 他說自己任內兩次遭到彈劾 是美國史上第一位總統有這樣的佳職 而他亦是第一位被刑事指控的美國前總統 在壞方面他都認真算威威了 特朗普在他出庭之後 回到海匯莊園發表演說時 就大大聲地罵 說我們國家要落地獄了 這樣就自己國家 他不是前總統嗎? 不是想再競選總統嗎? 這麼愛自己國家 愛到想要再次做總統 為什麼要說美國要落地獄? 現在被刑事指控快要反轉豬土 這麼不大方 怎麼讓你再次做總統 特朗普說他任內被彈劾根本是一個騙局 還說私下任後被FBI B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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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闖入海湖莊園搜索等等的經歷 是不公遭遇 同批這場刑事訴訟是對我們國家的侮辱 說他自己唯一犯下的罪行 是無謂地捍衛國家免受那些試圖摧毀他的人侵害 不過侵侵你又不用那麼激動 因為1836年才是最高的刑期 如果他真是罪成被判入獄的話 相信會遠低於這個時間 如果他身體好、夠長命的話 應該等到出來那一天 侵侵,小編在這裡祝你身體健康呀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、讚好、分享出去 支持和訂閱HKG報頻道 按下小小鐘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呀